大家好 今天是4月14日 星期三也是4月份第七個交易點 市值到現在的分鐘 今個月仍然是先高後低 因為指數暫時最高是9日的29,152點 今個月最低的指數暫時是12日的28,274 技術上是有878點的波幅 但是一個月的高低位 不可能同時出現這兩個交易點 即是4月份剩下的交易點 一定是有更高 甚至會有更低的指數 比我們見得到 問題是更高還是更低呢 如果講到這件事 我們當然要先看10天和20天線 到底表現是怎樣 10天線現在在28,640點左右 20天線大概在28,661點左右 明天可能10天已經能夠升破20天線 這個意義不重大 最重要的就是顯示過去這10天的大市 都是相對平穩的 如果不是10天線怎可能突破20天線 這個很簡單的道理 另外就要看指數 如果恒生指數 然只能夠繼續穩守10、20天線樓上 目標一定是直指 50天線 50天線大概在28,244點 剛剛好在今個月的高位 上方多跌 今天簡單說 只要不跌穿10、20天線 我覺得 在中下旬的時間 是會有機會攻破 今個月的高位 我到此為了 高位 我們到此為了 來 等等